前员工指控华为在加州卸取商业机密 中心通讯危机刚刚解除另一家中国通讯巨头 华为又燃卸密风波 一名当华为解雇的前员工指控公司 曾派员潜入脸书Facebook 总部一场华为被禁参与的电讯峰会 偷取峰会资料后再将资料传回中国 据盛和新新时报报道 华为前员工Jesse Hong上月入禀加州盛客拉拉线 Santa Clara County高等法院Hong自称 2014年开始担任华为在盛客拉拉的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Future Way Technologies的软件设计师 但今年3月遭到解雇 Hong在诉讼中称 2016年华为只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两名员工 以假身份汇入一年一度的TAPE峰会 这场数百家通讯公司参加的峰会 由脸书主办在脸书的Manly Park总部举行 诉讼中称 华为曾申请参加这次的众多美国公司参加的闭门会议 但被脸书拒绝 随后出现了华为策划员工以假身份混入会场的事件 Hong在诉讼中称 华为先是命令他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另外两名员工 以虚假的美国公司名义报名参加会议 Hong在诉讼中称 自己拒绝参与 于是华为安排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名陈信经理 和另一名员工使用掩护信的美国公司名称登记报名 并汇入Dip峰会的会场Hong在诉讼中称 陈信经理和另一名员工参加峰会后 华为撰写了一份报告 其中列出了华为竞争对手的商业计划 并发回华为的中国总部Hong认为 窃取商业机密 即或将这类机密信息 发回在中国华为的行为 属于非法Hong指控 他因为质疑华为的非法行为而遭到解雇 并向华为提出了1.05亿美元的索赔 电信基础设施项目 Cheap拥有500多家会员公司 他表示正在阅读诉讼指控的内容 但不愿就诉讼事项 发表评论 华为由中共军方前工程师认证非创立 是中共政府和军方的电信类业务最大承包商 早在2012年美国国会调查人员就任 定该公司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威胁华为的设备 可能用于间谍活动 华为无视美国其他实体和公司的知识产权 目前中国最大的电讯仪器生产商 华为正面临美国多个部门的调查 今年4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司法部辖下的联邦调查局 今年初已经开始调查华为过往的交易记录 以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禁止向伊朗出售产品的制裁 早前美国商务部与财政部 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 OFSC也曾向华为发出行政传票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 今年4月发布报告指控中共当局 可能支持某些企业进行间谍活动 遭点名的中企包括华为、中兴通讯、联想三家